大家新年快樂 歡迎回到Vilson模型季的時間 今天第一炮跟大家說說 00劇場版兩款最終決戰型態的機體 今天不會說完兩隻 因為我只是組裝了這隻 之前也發了一些帖文 發了一些IG 跟大家說一下就組裝了這個 其實31號的時候 因為約了朋友 倒數一下 所以還未趕得及完成 1號的時候就完成了 妖天使 因為妖天使是最終決戰版 今天就集中說他 另外因為他今次會說 零件的關係 沒有足夠零件 讓你做完兩款頭 一個是紅眼綠眼的頭 一個是本身戴了少少眼鏡的頭 所以我之前一直都有一盒普通版 零件的 我忘了中文應該叫什麼 總之它開六眼就當作覺醒模式 這次最終決戰版當然最大的分別就是腳 變成一個大型的推進器 有些GN Condenser 儲存粒子的位置 令它在宇宙高機動一點 應該啦 詳細設定都不太重要 最重要是外形 它就變成不是普通的腳 因為我們看看通反那隻 其實本身是一隻腳 大家可以看到 一對腳就變成一對推進器 當然這次這樣出 它都很大隻 因為它的腳變成這樣 但是很久之前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通反那隻是2010年出的 即是等了12年 足足等了12年 終於出這個版本 中間當然有些副廠去做很多改件 之類 最出名的應該就是有一款大陸的改件 其實整盒模型 所以都是屬於盜版的 所以我一直都不想組裝 因為只有一隻盜版 我不是特別喜歡 我一直都等這隻 印象中我看過那隻盜版的實體 將增加增加增加 所以我覺得這次把它收短一點 就比較符合 我覺得 始終都是HG 要跟其他HG一起 其實我不知道它的設定有沒有短度 就是這樣有沒有短度 但是比起那隻盜版是短一點的 但我覺得比例這樣就好看很多 其實我要遷就HG 它模型0044 大隻到不堪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比較一下 拿一隻GNX的4 比較 它不會帶到離譜的 其實都是高一點的 可以見到 轉一轉 給大家看真一點 高度 大概只是這樣 順帶一提 因為這次 出這一款 當然就適合時間 12月出這兩款 即是我入版來的 所以就已經派了貨 大家可能在今個月底就會收到 如果你們訂了第一批 在香港的PB 那 它 在同時間 其實都出了水貼 已經出了兩張 這個雙雙劇場版的水貼 那這一張 我用了這一塊 正正是妖天使的那一版 它切開了 告訴你 就是 最左邊這個就是妖天使 然後中間這個就是Raphale 就是遼天使 然後最右邊這個就是用的部分 就下了這個 GNX4 所以 我都拿了GNX4出來 然後又翻身一下 當然我這隻就不會故意拍一段影片 我會補一些照片給大家看 現在先拿開 那這一張水貼 你看到都不齊 其實它出了兩張 那我就會在下一條片 即是未必是下一條 即是之後 會製成Sabaya 即是一個 浴天使高達 那一部 即是剛才都一開場 展示了一盒給大家看 我完成那一隻的時候 就會展示另一張水貼給大家看 那一張大概有Brave 有Double Corner 以及浴天使 下面一樣 它下面一大抽 全部都是你自由貼的 它沒有指明哪一部機 但是有些細力的Logo 你可以自由選用 這個就講到這裏 水貼 好 正式講回這部機器 我說了 我安裝了一個普通頭 這個普通頭 我就發生了少少意外 那就是 這個最好 我會覺得 如果你學我用這個座 因為這次很重 其實底部 我就直接貼死了 因為我不想轉來轉去 其實如果你調好角度 我建議連這個我都想貼緊 讓它不要跌來跌去 也有點麻煩 因為它的頭 有四塊這些角 你喜歡可以銳化 但不銳化 也算是做得厚到很噁心的 但是就要小心 按旁邊這兩塊 下面這兩塊 其實它應該是專門的 應該是 它做了少許位置 讓你不是插到最緊 你可以這樣動 應該是為了給你 有時遷就 不要讓肩膀頂住 我一開始想錯 我想貼緊它 幸好我發現了 它是按不緊的 它在動 怎料我一下子大力了 其實現在畫面上 可能看得不算很清楚 但其實我旁邊這兩塊黃色件 因為我大力 就是這邊比較明顯 其實白化了 好在我另外的頭 就沒事的 我相信我主要都是用那邊的頭 那我這兩塊 我將來就可能要 我四塊拆出來 重新噴一噴油 這樣 來遮臭 那這個 沒有辦法了 現在就做著給大家看 那我現在暫時用回普通頭 那我待會呢 到差不多 我換姿勢 我先換綠眼的頭 給大家看 那 這個水貼 我就用了這次這一款 其實我也是自由貼 我都不喜歡 因為我HG不喜歡貼太多水貼 現在 我想統一回我這個做法 所以我都是選擇性地貼 就不是跟足 它有些武器就全部有貼水貼 那我就選擇來貼 我武器的水貼 我只貼了這個GN的Canon 對 後面這兩支 這兩支 其實就搏著一個可動臂 這個其實跟舊版那個就一樣 其實它長一雙腳 基本上都差不多一樣 所以就 因為可能有朋友沒組裝過 不知道 它的結構就只是有一個 一邊有波階 另外那邊就是一條軸 搏著尾部這個飛機位 這個飛機位 拉一拉高 它就包括有一個飛機頭 後面有一個Tail missile 尾部的飛彈甲 這個尾部的飛彈甲 其實就跟這個 最初的主天使高達Kurios 它變成飛行機 即是MA形態 飛行的形態 它的時候 一個選擇的武裝是一模一樣的 我記得以前有人 是把這件可以插進Kurios HG 那裏 我不太肯定 用不需要經過改造 我其實因為 還有合通反的在 這個就不是今次最終決戰才有的 所以 我現在剩下這個通反的飛彈甲 我就有權可以試一試 裝進Kurios 因為HG 我差不多買回了 其實我之後會全部組裝一次 不過 答不到大家什麼時候會發生這件事 因為組裝完這堆O 因為我這次又出了水貼的關係 我打算一次過 很儘快地去完成 DoubleO劇場版的機體 當然這件事什麼時候完成 我也不知道 但我至少會先組裝浴天使 也會快點組裝一隻新的DoubleQuantar 因為 大家前陣子 如果早前幾天 如果有看到我這個 開箱 這個Wilson模型櫃的開箱 其實你都會 有看完的朋友 可能會記得我說 我會留一些盒子去裝零件 我想快點組裝 DoubleOQuantar 即是OQ 用了盒子去裝劇場版的散件 所以 水貼開了 想快點整套用完 盡量 劇場版的那些 又不算特別多 我組裝了四部高達 都是組裝多一部量產型的GNX4 然後組裝多兩部Brave 想盡量完成 希望可以做到 說多一點可動 可動的頭 因為頂住的關係 我先移一移 CANON去厚一點 否則頂住 他的手 肩膊 肩膊 就有點頂頂 而且肩膊的結構 如果你有組裝過HG的ARIOS 即是墮天使高達 即是00第二季 都是ALELUYA 那部機 他的肩膊結構是非常相似的 都是在上面插進去的 所以他 反過來說 他上下動的能力很高 但其實前後頂的能力就低些 變相 其實他很難做到 即是當你做全彈發射的時候 你要咬到 你要這樣咬 就變了 你要這樣咬高的手 就不可以這樣上下了 即是你要這樣 要轉一轉C位 打斜地去 這樣他才可以做到全彈發射 即是我現在 不斷地這樣扭 對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限制 他的手的扭動都很普通HG 爪關節 爪關節就正常表現 但是腳 就比較 可動就比較 真是窄一點 老實說 因為他今次 他這個 你就算有沒有雙重關節 其實他也太大塊 下面這個增加 所以 其實 基本上是這樣的 你不會有太大的可動空間 你也不會把他踢到很高 都會頂住 所以 基本上這隻 如果你是擺姿勢 可能都會比較限制 擺一些 飛行的姿勢 或者是做一些 全彈發射之類的姿勢 當然你可以做一些 格鬥戰的姿勢 可以把他扭到向前一點 然後做 兩隻腳 做回動作上的分別 讓他有飛行的感覺 然後做一些格鬥戰的姿勢 變成擺姿勢的限制 其實是屬於大的 當然 這個槍 你看我 現在也是用 Rifle的模式 當然 你拔了出來 把這個 槍的手把 收起來 其實他就變成劍 當然 我之後就要拔拳頭 把拳頭的拔出來 然後這樣拿著 手臂的夾 拔出來拿著 再說一把劍 你看到他的直角 不斷掉出來 其實都很麻煩 所以本來想黏緊他 但我發覺 原來真的頂得很緊要 黏緊他其實也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因為你黏緊他 你動肩膀 其實會整天頂得到他 那你 究竟是長期壓開好 還是長期縮一點好 所以 其實都 唯有放緊了之後 不要動他 即是沒辦法 他又會少少容易 這個 武器 其實是我最煩的一部分 整隻東西砌的時候 因為我都補足顏色 那他今次補色最麻煩 就是這把東西 他這把東西 可以變成剪刀 首先這個是一個C字扣 我不太敢拆出來 忘了C字向邊 然後裡面這個灰色 要先補色 還有這個槍 可以這樣 這樣是槍模式 收起來就劍模式 中間這些金屬色 當然是補上去的 不是他本身分了色給我 那前面這個也是 反正都用上去 做少許層次感 前面這個位 本身都是灰色的 整件同一件件 如果你有要求 當然要做無縫 但你做完無縫 你外面這個也有夾口 所以如果你要完全去做分件 你又要去劏開 這把東西下面一個接駁 是要劏開少許 之類才可以做到 兩件做完無縫 之後再補上去 這樣 這個補色也挺多的 那我這裡有少許失誤 那我以為這個位置不太看到 裡面的橙色 那其實應該將它塗在灰色就好些 那下面這些我手塗 這些灰色 這些長方形格格的所謂的孔位 我的黑色是自己補 那然後呢 最麻煩的就是 下面這一塊的灰色 真是最麻煩 這個 它本身如果不是重新丟黑過 或者加深黑線之類 其實它這塊的分母線很多 這一塊的分母線很多 所以變成你去油的時候 你要小心點 不要太過濕一點開油水 要不然滲了下分母線 它就染色 分母線染色 你清除的時候 抹就有機會抹得不乾淨 那些就很麻煩 這個武器就算是 其中一個 砌這個東西最痛苦的地方 其實不是很難的 但是在其他東西 沒有什麼需要太大的 很難的保釋位的情況下 這個算是最麻煩 另外就是這個背部的GN Canon 這個背部的GN Canon 我又不想拆掉它出來說 就這樣看 它都有分曬件的 基本上其實都不太需要補色的 只是 滲線之外 這些粗一點的位置 其實它設定上又填密曬灰色 那我都跟回它這個設定 那中間這個就自己填密曬了來噴了金屬色 中間 就是想做少許層次感 因為這隻東西都等了十幾年 加上都挺大愛的 所以就做了這些功夫 那它其餘都沒有什麼特別 其實中間這裡我自己完全噴過另一隻色 我這裡噴了Navy Blue 其實它本身就是灰色的 但我不太想這東西出現太淺色的灰色 不知為何我覺得不太配 所以就變了 有個失誤就是我這個Navy Blue 比起它本身深色 本身這個位置應該深色過裡面 這件的 又變了一個失誤就是 外面的現在變淺色過裡面 其實沒什麼所謂 其實它都是一個顏色的層次感的襯托 那就OK的 另外這些透明件它本身就沒有顏色 我自己噴了透明紅 裡面我就再貼貼貼紙來做打底的金屬感覺 對 就是這樣 好了 現在 之前我拿回綠眼頭之前 我放在最尾 因為最後我會變回人形 現在當然 變一變MA形態給大家看看 好了 它的變形就完成了 我相信它以一隻MS的變形 變成飛行形態來說 它也算是一個很大分量的機體 說真的 我其實也挺壯觀 有些想這樣展示一會兒 但是 因為它人形的形態實在太多了 所以 拍完影片應該會變成人 它的變形很簡單 說真的 我將它屈回後 你看到的樣子 它真的只是把胸甲 其實它還要不用拆東西 它真的完全什麼都不用拆 很厲害 當然因為它很簡單 躺下 它將胸甲向前些 拍上來 兩個肩甲向上咬了 雙手咬來旁邊 躺下 這個蓋下 尾巴又蓋下 然後 這支炮移回後 插兩把武器在旁邊 這樣就變成完了 OK 很Smooth 變得 唯獨這兩隻腳 其實不一定很正 它不太拍得起來 但我覺得這樣也很帥 像SETTER一樣 它很帥 這個飛行形態 也很像 Kurios 那時候的版本 真的是那個版本的進階版 因為其實 我覺得一直都是 它這個 00的第二季 和第一季的機體 是不同了很多 而去到劇場版 包括00O 是最明顯的例子 它好像有少少 除了Lafael 除了Lafael 廖天使 其他三部 即是SATNA 即是CRONTA 又是Loggon 這個SABANYA 以及這部 HALUTO 這三部機 它多多少少 好像有些回歸 致敬第一季機體 即是 DoubleCRONTA 頭像XIA SABANYA 就開始用了很多 一些盾 其實它也算是最不像的 即是 最沒有特別說 像哪一季 甚至乎 可能有點像第二季 即是SABANYA 但是 DoubleCRONTA 和這隻HALUTO 我覺得 最會致敬第一代的造型 尤其是這隻 這隻 你見到 變成MA的形態 這個肩膀 這樣向上咬 這個結構 是完全 是完全還原 這個KURIOS 因為ARIOS 其實都是這樣 肩膀有些東西向上咬 但是 一來它的肩甲外形不同了很多 這個就比較像KURIOS 肩膀外形 二來 它簡直是 ARIOS 肩膀更多了一條東西 再去夾前 變成一塊剪刀 即是ARIOS 這裏應該還有東西伸延 這個 這個就比較結構 像KURIOS 即是 好像變成KURIOS的直接進化版 這隻 有點像 ARIOS 反而 跟KURIOS的外形 真的撐了很遠 這個 連頭 我覺得頭型 也有點回歸 是KURIOS 我挺喜歡 所以這部一直都 KURIOS 我也很喜歡 所以 我之後 除了MG之前砌過之外 都很想砌一次HG的KURIOS MMA來到這裏 最終 放回姿勢 給大家看綠眼 好了 換了綠眼的頭 上機 如果近鏡一點 給大家看看 綠眼 其實 雖然分了件 但它連同紅色的下巴部分 我經常說是嘴 我用嘴來稱呼 它跟嘴 其實是同一塊 所以如果你想 預先噴金屬色 首先要 面對嘴 比較一下 等了這麼多年 終於有 正式官方推出的MALUTO 我特意麻煩 這邊普通頭 我拆了兩邊的天線 你看它很煩 你看它很煩 你看我 現在馬上霸氣 一六眼 所以你看我 其實都不太關心 普通頭 即是想完整些 組裝起來 收起來 這個MALUTO的頭 雖然說 隔了這麼多年才出 但它依然是用了一些 舊的組件 其實它的頭 除了前面 因為你要 讓它掃出六隻眼 它會重新 新金型 雕花 穿了一個洞 可以掃到最上面 那隻眼的頭 但它 角是完全一樣的 還有 它的頭部的 後半部分 這一邊 是一樣的 只不過真的換了 當然它六眼的臉 還有前面這個 頭盔的前半 正面這個白色的部分 是新件 其他都是舊件 還有剛才 就 還未去給大家看的 就是這個GN Canon 可以這樣向前屈 其實如果你 之前有看過舊的那隻 你都可能知道 這些很基本 本身 它的設定是可以這樣向前屈 要不然你怎麼射人呢 這樣 那 這隻就來到這裏 算是容易砌的 即 它的保釋 雖然有多少麻煩的位置 但如果 你要MASKING的話 都 這隻的難度 算是一般般的 那另外 就 趕工 就在砌MG的得天使 現在 好半完成狀態 還有些件還缺了 噴漏了 連本體都 即是連這個 半人妖的狀態 獸仔狀態 我都還未砌完 有些還在等著噴 但水貼就貼完 那 就 希望快點 這條片都會見到大家 那 今次就作為新年的第一條片 一來就很喜歡這隻 二來選這隻的還有一個理由 就是 始終Double O是令到Wilson 入坑去砌東西 其實以前已經很久沒有砌東西了 曾經 接著 一入坑 就是因為Double的模型出得好 而且還有HG 就是 Double的HG 令到我入坑 還要去學 怎樣去上色 做些打磨 加工 即是諸如此類 真的令到我投入去喜歡模型這件事 所以就 用零零來做 今年2022年的第一條片 我都覺得 我自己也覺得很滿意 就是覺得 是一個好的開始 上年都在中間一段時間 不斷補完 Double O的第二季的機體 今年年初我就會 也很想借著這個細 盡量補完多少少 Double O的劇場版機體 未必全部是片 我看情況 還有一個不是理由 不過被夫人發現 她的Moto Number 叫GN011 她說 不正了 1月1日就這隻 其中這一個不太關閃的原因 還說漏了 這次除了BOOSTER 兩個有另外不同的頭 之外 最終決戰版還有一個 就是BIT SCISSER 就是GN浮游剪刀 這個剪刀 它沒有專用的台座 給你插 但是它也有一個這樣的匹位 那怎樣用呢 我自己就有一些 平時的BANDAI 剩下的很多這樣的組件 雖然它不太美觀 就是三尖八角很多 但是有這些組件 是可以插得到的 尤其是這個 這個很多的台座都會 跟著一些 兩邊一樣頭的 這種原裝型的 組件 這一種 可以給你 塗上 3mm的插頭 這個應該都是3mm 很完美的 可以插得到 其實如果你想輕鬆一些 展示到這些剪刀 其實我會建議買新一些的 那些 新一些的 那些新的 我這裏 又是一些 忘記了 FIGURY STANDARD之類的 跟著那些 那些 我剛好可以插得 輕輕都插得到 到這裏 可以插得到 這個台座的 這個位置 但是 其實 最方便 都是買一些新的 STAND 它這條 如果有些3mm的 孔 那些 整件事 就方便很多了 那你這個就可以 其實就插在 這條 裝上 如果你有3mm的孔 那這類型的 這些插 其實都有很多 是跟著那些3mm插頭的 前後 那就可以 獨立兩邊 插在裝上 即是新的 我比較少買新的 今次唯一 比較推薦 就是這樣做 但是買新的 我便不可以用這些 綠色 因為我今次想用 始終Double那些 它有GN粒子 分回 台座都有 綠色 亦都有 這些 紅色的 有少少閃粉 這種 有粒子感覺的 這些STAND 那我盡量都想用這些 因為如果我全部 要不就全部用新 要不就買個 透明的新的座 來噴綠色 但我噴綠色 都沒有 這些閃粉 那些我又要另外 去找一罐 噴罐的閃粉 去做 那些我自己有少少嫌麻煩 沒想到解決方法之前 建議 不是建議的 就是你可以 如果你有買一些 Figurized Standard 或者買一些 Bandai的座 那你就找回正確的 來拍攝剪刀 是 今次這個 新家的裝備 是這麼多 很多人都會嫌它說 太少了 只有兩顆 當然 買很多盒是一個選擇 但我覺得 其實DISPLAY來說 兩顆都OK的 不是跟它兜 是不太夠的 不太夠猴的 有時候兩個 對我來說 我未必會 其實我連DISPLAY都未必會做 這兩個 我說真的 如果它 我除非換了Stand 要不然這樣插在這裡 也不太好看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 那這次就來到這裡了 那如果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like我的影片 多點留言跟我聊聊天 記得按鈴鐺 因為始終不按鈴鐺 其實就算訂閱了 也不會有事 也會失去影片 希望大家 今年都繼續多多支持 那 我再去 除了打爆櫃之外 我都會把它收拾得更好看 每一年 跟大家更新一次 VILSUN模型櫃 好 那這次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日本授權 孔兔設計 台灣製造 千象堂高達UC聯成T系列 現成發生